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在今天的话题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最高法院拒绝将罗伯特F.甘乃迪接二 从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选票上移除的请求 这一裁决无疑是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一个关键事件 因为甘乃迪曾经是一位独立候选人 然而在支持特朗普之后 他希望能撤回自己的名字以利于新的盟友 这一决定引发了对选举合法性和候选人权利的热烈讨论 尤其是在选民已经开始投票的情况下 此外 内华达州的一名关键摇摆线经理因健康原因请假 这又增加了选举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美国选举制度的复杂性 和候选人在选票上升层的艰辛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一切如何影响未来的政治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 罗伯特F.甘乃迪接二 曾经被视为一名独立候选人 试图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然而 最近最高法院的裁决 让他的竞选计划遭遇了重大逆转 甘乃迪希望能够将自己的名字 从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的选票上撤下 这两个州在选举中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然而 最高法院的拒绝让他这一愿望落空 他希望这样的举措能够为共和党候选人 唐纳德 特朗普扫清障碍 使其在选举中更加如虎添翼 这一决定背后的法律背景让人不禁感慨 美国选举制度的复杂性 威斯康星州的法律规定 只有在候选人去世的情况下 才能从选票上撤下其名字 而密歇根州则指出甘乃迪申请撤回的时间已经太晚 这两个州的提前投票已经开始 选民积极参与 成千上万的选票已经被投下 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未附上具体的理由 然而大法官尼尔戈维奇表示 他会支持甘乃迪在密歇根州的请求 甘乃迪的政治旅程可谓波折重重 今年早些时候 他的一名助手因为一段视频曝光而被解雇 这段视频中提到其竞选活动的首要任务 是防止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赢得选举 虽然甘乃迪的竞选团队否认这是他们的策略 但这一事件为他增添了不少争议 他在纽约州也曾试图将自己的名字留在选票上 以挫败民主党的计划 但这一请求在9月被最高法院拒绝 甘乃迪并未尝试在所有州撤回自己的名字 而是选择了7个关键的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是最后两个希望 密歇根州的法官在驳回他的请求时表示 撤回可能会损害投票权和公众对选举管理的信任 这一法律决力展示了选举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 而在内华达州选举前夕的风波也不断 华秀县经理埃里克·布朗因健康原因请假 这一途如其来的变动给本已紧张的选情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华秀县以政治分裂著称 自从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失利以来 该县一直处于选举阴谋论的漩涡中 副县经理大夫索拉罗将暂时接任 县政府一再强调必须确保选举的公正性和顺利进行 选举办公室的发言人表示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 华秀县的选举团队仍然全神贯注 努力确保选举的公平和公正 对他们来说选举就像是超级晚 是每个人都全力以赴的时刻 长时间工作成为日常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不辜负选民的期望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政治竞选的复杂性 也让我们看到在选举过程中 各方势力的博弈和利益的交织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甘乃迪的最终命运尚未确定 而选民的选择将决定未来的政治格局 无论是法律的挑战 还是人事的变动 这些都是民主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也是选举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篇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最高法院拒绝罗伯特F甘乃迪J2 在摇摆州的选票上被移除的请求 这是捍卫选举制度完整性的一大步 毕竟选举过程应该遵循既定的法律和程序 而不是因为某位候选人的策略改变 而随意变动 否则我们干脆把选票当作变戏法的魔术帽 想变什么就变什么 这不仅会对选民造成困惑 更可能破坏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楚天书 你这样说 未免有些死板 甘乃迪的请求 其实是基于第一修正案的权力诉求 如果他不希望自己的名字留在选票上 这应该被视为他个人的选择权 何况 政治环境瞬息万变 候选人策略调整也是合情合理的 就像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林肯 在1864年选举中选择与不同派系合作一样 选择权是候选人应该保有的自由 谢琪琪 你提到林肯的例子 真是妙曲恒生 但当时的背景和现今的法律架构可大不相同 现代选举法律的目的之一 就是确保选举过程的公平性和可预测性 尤其是在投票已经开始的情况下 密歇根和威斯康辛的选举机构 早就开始了筹备和选民教育 这种时候更改选票 就像是在运行中的火车上重装行李 风险极大 我们都不希望选民在投票时 看到一个变来变去的名单吧 哦 楚天书 别忘了我们也应该尊重候选人的个人意愿 甘乃迪对特朗普的支持 可能确实是为了影响选举结果 而选民也有获知他最新立场的权利 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 角色的内心纠结和转变 才是当故事更具戏剧性和现实感的地方 而且 说实话 选票上的一个名字真的会让选民如此混淆吗 选民可不是一群容易被搞得头晕目眩的小绵羊 谢奇奇 我们当然应该尊重候选人的个人意愿 但这不应该凌驾于选民的权益之上 甘乃迪的变动可能在摇摆州影响巨大 而选民的选择应该基于稳定的信息 选举不是莎士比亚的戏剧 我们不能期待选民如观众般享受跌宕起伏的情节 是否应该让选民在进行民主最神圣的权利时 能够有一个稳定可靠的环境 而不是一场权谋与策略的舞台剧 楚天书 我承认你的观点有一定道理 然而 正是这些瞬息万变的政治举动 让民主选举变得如此迷人 甘乃迪的立场转变或许是出于策略考量 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政治的复杂性 试想一下 若没有这些意想不到的变数 我们的政治生活会不会枯燥无味 民主的精神就在于多元化和选择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中 两位辩首展现了对于选举制度 个人权利以及民主精神的深刻理解 然而 双方的论点也暴露了不同的思维盲点 楚天书的立论强调了选举制度的稳定性和透明度 认为任何变动都可能对选民造成困惑 从而损害选举的公正性 他的观点有其合理性 尤其是在现代民主制度中 选举的规则和程序必须得到遵循 以保障每位选民的权益 然而 楚天书过于强调制度的稳定性 却忽视了选举过程中的变动性和灵活性 选举不仅仅是遵循程序的机械过程 它还应该反映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的动态发展 相较之下 谢奇奇的观点则更具人性化 强调了候选人个人意愿的重要性 他提到的第一修正案和甘乃滴的选择权 体现了民主社会应该尊重多样性和变化的原则 谢奇奇的举例 如林肯的策略调整 强调了政治环境的瞬息万变 这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 他的论证也缺少了对选举过程稳定性的关注 并可能过于理想化了选民的理解能力 似乎忽略了在信息过在的当今社会 选民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说 楚天书和谢奇奇的辩论各有千秋 却也反映出民主选举中制度与个人意愿之间的微妙平衡 楚天书的论点提醒我们 保持选举的规范性和公平性 而谢奇奇则让我们思考 政治行为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最终 两者不能简单第二分法对立 而是应该在实践中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使选举既能保障制度的稳定性 又能反映候选人的真正立场与选民的选择权 这场辩论无疑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视角 让我们对当前的选举制度和民主进程有了更深的认识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